7月7日,德云谷曲社与苏州平坛专场演出圆满结束 当晚专场由鸾云平跟苏州平坛的主持人共同主持 德云社王会陶阳也都现身专场演出 除此之外,没有演出的郭德纲现身反场 并表示,德云谷曲社将与苏州平坛要有一个大的合作 以后每周都会在苏州有一场演出 看到德云谷曲社热有如此大的动作 不少网友表示非常的期待,也纷纷为郭德纲夫妇点赞 不得不说,郭德纲在振兴传承传统曲艺上功德无量 自从德云谷曲社成立以后 郭德纲夫妇为了振兴谷曲行业付出了许多辛苦 不间断地拜访老艺术家们,邀请他们出山相助 为这些老艺术家们举办专场,然后找场地 招学员培训学员,这两年来,德云谷曲社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特别是前几个月的德云谷曲社专场 台上全是年轻的谷曲演员 就连孟赫棠都感动得落泪 看到这些谷曲演员们相信谷曲也有了传承下去的希望 如今,第一批德云谷曲社的学员已经可以登台演出 郭德纲夫妇也为了他们寻找到了适合他们的演出舞台 相信以后的德云谷曲社也会越来越好 也为郭德纲夫妇对于传承曲艺作的贡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